那咱们结婚吧 怎么了 之前不是说的 好好的 你不是也同意吗 现在我爸也同意了 没什么的 你就放心吧 这以后啊 我会对你好的 什么配得上配不上 配得上 有什么配不上的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亮亮 这再说了 你虽然是哑巴 但是你人很好啊 我就喜欢你 我就想和你过一辈子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就同意吧 好了 你也不用直辈 我爸妈都挺好的 他们都是乡下人 都挺老实的 他们一定会满意 你这个儿媳妇的 你同意了 那真是太好了 妈 你觉得这事能成吗 你可得确定成功才行啊 哎呀儿子 你就放心吧 你还不相信我呀 我会害你 妈 我不是害怕吗 毕竟那么多钱 这和亮亮很大的关系啊 你就放心吧 不会让亮亮有机会 我啊都联系好了 到时候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行 那我就放心了 那你说 他要是反抗什么办 哎呀没事 咱们到时候呀 给他喂点迷药 不让他这么就行了 妈 你可办好啊 不能骗我 哎呀不会 你可是要想想 这和你幸福有关啊 你就是说你坐不坐吧 坐 坐 但是你可给我保证啊 顺便商量吧 我保证 保证行了吗 行 那咱们什么时候 哎 我也要再等通知 再挡着 不着急 行 那也等这么久 是 是 狼等的人啊 他都是可是干大事的 这件事你可不能让亮亮知道 行行行 你看你去休息吧 我不会让亮知道 哎行 妈你做好饭了没有 做好了 吃亮 就亮了 啊 我回去 别动警察 我警察 谁呀你们干什么 警察别动 坐好了 别说话啊 不是 你们干什么呢 这大早上了 你 你为什么 我们接到报警 这里有拐卖妇女的现象 拐卖妇女 我们家这个妇女都没有 拐卖什么妇女 没有妇女 告诉你 都别弄啊 这是写信报警 谁写的 你们家还有其他人吗 有啊 叫出来 全部都出来 快点 告诉你啊 都老实点 别动 不是 你你你弄 这是你弄的警方 亮亮 这怎么回事 坐下别动 不许动 是不是那天 你听到我们对话了 以为我们要拐卖人 不是警察先生 这是误会 来拿拿 我告诉你啊 多给我解释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哎呀 搞错了 那其实呀 是我们想给亮亮 看病的 我不知道 这亮亮 知道自己是哑巴 他一直嫁给我以后 一直感觉很自卑 我给他请医生看病吧 他自己又不愿意去 怕花钱 所以呀 我和我妈呀 商量给他找个医生 来家里边看病了 是啊 那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什么意思呀 哎呀 这我妈呀 是卖水果的 卖了一辈子了 是这样吗 是啊 那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那就是 他给我钱 我 说习惯了吗 你们警察也真是的 搞清楚了没有 就过来家里边 大吵大闹 那个啊 这个也得问当事人啊 要不这样吧 你们现在呢 都跟我回居里 签个字 来 全部起来 可以说一下 带走 正常手续 走吧 行 没事 咱又没饭 咱没饭 咱没饭 咱们俩俩 走